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500 5249 就 也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套組 就兔子人偶的 家嗎 應該算是家 盒子本身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商品 轉移圈是這樣子 然後把外面這層打開後 可以注意看裡面的盒繪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 其實它是可以壓下去像一個門這樣可以打開 但因為本人是都會留這種東西的盒子 所以本人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從下面開 把它的那個 打開 會比較好一點 我那天 我那天 才發現 它這個模組 其實就是跟我們之前的那個 應該是第七代人偶 那個兔子裝的造型 是一模一樣的 但我那天才發現 那一代的人偶 兔子人偶現在已經長到 一千多塊 那時候知道它貴 但沒想到它貴的那麼快 它還附了一個 復活節的兔子 的復活節的蛋 是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一個幾何的造型 或應該說是圖騰都可以 然後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要給它一支筆 可能就是 而且這個筆應該就是說 它在彩繪那個兔子蛋的造型 應該是這樣 然後 塗裝是這樣子 正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注意注意看這邊還有一個兔子的尾巴 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毛毛龍的樣子 可惜它並不是用那個 第二個零件裝在這裡 來做 凸顯 然後 把它的頭套拿起來 注意看它的嘴巴的部分 還有一個玉兔嘴 就俗稱的爆牙 這樣 用輕一點 這樣 嘴巴是這樣 然後注意看它頭 頭髮 不是頭髮 眉毛的顏色還是用橘色 這點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可是我覺得比較有惡趣的一點 是它給的是筆跟那個 復活節的彩蛋 而不是說像 本來本人會以為會送那個 紅蘿蔔之類的 這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 售價 我記得台灣的售價大概是300塊上下 樂高5005249